接著第八場就知道了 4.1650米 怎麼樣美麗,看著美麗寬星怎樣跑 她排六檔的 起步時也不算很快 估不出,在來檔就出最快 得义街鎚、不會帶頭 外檔看什麼馬上鎖去 其實美麗寬星也搶錢 不過外檔的新榮知聲看來想帶頭 留意他的外側的綠置摔上去 頂著新榮知聲的外跌 那次是難跑一些 在內側是智聖龍,掌聲不太慢的第六位 在他旁邊是星雲王爵 今天初跑跑馬第一650 接著是聰明導彈,然後落天牌 在尾那三隻,傳承者、連折和紫衫那隻 排十二檔起步沒辦法,今早更要拖後跑 轉到對面時,前面新明之星 雖然被綠之頂了陣,但搶了兩部都帶頭 美麗寬星正好,你帶頭的有馬姐 守著第二位就適合他 綠之亦邁到二碟的第三位 貼藍第四,德爾佳族去到領位 接著是智聖龍,掌聲,然後星雲王爵 跟在第七位 過幾馬位後,有聰明導彈,落天牌這一隊 然後連折傳承者,包緊未仍是今早更好的 第二段的步速不慢 新明之星大到二三秒八六 但這時候美麗寬星已經瘋前拍著他 第三位的綠之傑,何宅堯,刀騎 今天大部分他的馬在這個位置有好表現 貼藍第四,德爾佳族 然後掌聲智聖龍,星雲王爵 再接著是聰明導彈起世奇 樂天派有預期的走出外檔 在尾那三隻,進展都不大 傳承者,連折今早更好都輸幾遠 進來直腦的時候,前面是新明之星 還大了一頭 美麗寬星都喊到,嘩,今天真是不同的 這些高東利的馬,走得不用騎都上來了 內檔得二家族,反而打下去很一般 外面上來是綠之,中間是掌聲 最後一百米的時候,前面是美麗寬星出頭 綠之追近了一些,中間掌聲也威脅不太大 所以高東利就完成了三折 美麗寬星贏 第2名6支,第3名掌聲,第4名還是新明之星 得二戒狀,抽過一檔,可能害了他 其實潘明輝很熟悉的馬 他起步一步都不敢騎 但是捉住捉住都上去了 一檔 是啊,等不到第一隻出手 等了很久 但一檔開始上後 他知道,他認識這隻馬 他知道一比就上後,他不給了 你看他搶到 抽過一檔,馬出來了 就拍,沒辦法 反而中外檔,早段會再捉後一點 可能很早找到遮擋 你這裡比較尷尬 因為起步順機自然 中外檔可能要捉,一捉抽後一點 沒錯 另一個贊助就是何摘堯 要贊助,早段怎樣押這個位回來 其實是靠自己爭取的 他不對那幾步 其實他未必能守到二檔有遮擋 他那度年少大打 為了自己拿到位 頂住新明之星 如果新明之星不是被他頂 可能真的能捱得到 有可能 就是先頂住你 你變成要拉快一點 拉快一點 自然他就可以放到二檔 這個好位 有時要拿到位 是靠組斷自己的積極 今晚九秒九 他也是這樣跑的 都是可以放到這些位 是的,他還是先走一段 先騎了 先把好位 不過今天的賽事也是難追 相對幾隻來說 掌聲比較落後一點 相對幾隻來說 入到直路他也有少許塞車 今晚的黎超聲馬房幾乎無一上名 這個第二檔 看來都是靠何摘堯 是,這隻六隻 他又不是很適合的 不過他有扮 他在四班也有扮 掌聲的位置 不夠 真的不夠 總之有位就是第二掌聲 又被人壓住 看第二名張照片 六隻都是刀先的 掌聲有點不幸 找不到位 分段時間 頭段28秒47 第二段23秒86 第三段24秒36 末段24秒57 總時間是1分41秒26 贏了這隻美麗歡聲 不如我們聽馬主有甚麼說 今天和騎士和聶馬斯都說 應該沒有甚麼放頭馬 我們先出來 如果有馬蓋起來就跟他 很幸運 這隻3號蓋起來 變成我們可以守住第二位 今天也可能是來前面 我們這隻愛爾南馬 他太硬的地沒有那麼好 今天那些地很適合他 應該這麼說 埃杜拉也發揮得很好 這隻馬在貴內餘下時間 還有甚麼期望 我相信如果他保持得多狀態 和他這麼巧跑馬地 都希望接下來會有表現 美麗最近都喜事頻頻 其實今晚已經是連續五期 都有美麗的馬 是呀 真的 我們空都沒有試過 連你贏五天 希望繼續下去 那當然希望繼續下去 家友喜事 經常都說 挺旺下的 因為你美麗歡聲 不一日二贏 不二贏 經常都包第三 Vin好像以前沒有Q 跑了二十多場 四國第三 因為他跑得很適合 整個形勢很適合才行 今天都算是 跑得很好 適合他 早段還可以有少許遮擋 後來他才出來 二碟跟著馬 跑得很適合 好像今天天時二明區那些跑法 郭東尼和埃杜拉的八字 可能很合 撞起來了 撞起來了 真的撞起來了 那些感覺 好像大家都如得水 撞起來了 貴初兩位都可以的 一撞起來之後 去到杜拜都會贏 你說不是撞起來了 今天埃杜拉都起碼 今天都好一點 希望埃杜拉繼續好 不用捱那麼久 經常這個名字 經常都說捱就捱很久 好了 看完八場 不如快快看完美場 美場高班一點 三班千二 其實都有些明星買到 是啊 就是大門的村河洞區 林場 臨開閘那陣飛行 起步的時候 白衫就是他 起步其實拍了一聲 就彈了出來 不過留意外擋 那些白點招呼他 天竹貓 大外擋六三是年年有型的 內檔那邊 新星班的時尚風取 他跑這個路程兩次都未輸過 要挑戰三班 可以嗎 然後黑衣紅帽 砍天鐵役 財財今天起步都快一點 然後還有行運旅程 在美國那三隻 自己作主 人人之寶 包緊味的那隻家樂龍區 上大石斜坡的時候 村河洞區 被一隻年年有型 不斷攪著他 這裡要被騎多兩步 頂住他的位 上去第三位是天竹貓 貼蘭第四 時尚風取 然後砍天鐵役 再次行運旅程 然後人人之寶 已經尾三 自己作主 都是立些 尾二位置 包緊味的家樂龍區 有些進展 差不多進來最後直路的時候 村河洞區拿回領先優勢 搞定了連結優勢 不過第二段開快一點 看看能否埋到尾尾 內檔時尚風取 上來 外檔天竹貓 陷天鐵役 上來還有財財 最怕賣的時候 前面村河洞區 來到這裡 走不掉 外檔陷天鐵役 跑大地衝上來 內檔時尚風取 最後幾步的時候 陷天鐵役在外檔拿到優勢 押著時尚風取 可以贏回場 第名時尚風取 第三名上來家樂龍區 財財就第四 村河洞區位置都沒有 其實就是 沒有辦法 你鬥燒了那麼久 沒有 因為連年有營 跟村河洞區鬥快 回來沒有 幾乎是必然的 不過就是兩絲圖 結果家樂村河洞區也沒有了 真的很溫真 不過郭惠奇主 今天放頭著數 幾乎都搶了 其實連年有營 一定是單一跑 一定會走 反而在村河洞區 會不會願意這裡 養一條難比 其實可以縮一縮 他贏馬 試過都不一定要自己帶頭 他試過跟一隻都可以 那潘頓時尚風取 他也是放頭的馬 他見到細星不對 不是你們走 我不走了 不過如果說後勁的這個階段 可能真的是那隻坎天鐵翼 後勁好些 有少許得益 因為前面搶到沒有 那外面一追上來 是他強一點 財財也算是跑得好一點 有分兩脚 因為上次就失望 這場是因為1200 還要是 但尾都不多 否則也不會追上來 加樂龍區 那一隻早段 最後很厚地追上來 看看分段時間 頭段23秒33 第二段22秒71 末段24秒06 總時間1分10秒1 韋達這一隻 坎天鐵翼 終於贏馬 等了很久 聽聽韋達有甚麼說 他已經是一模特兒 他已經是一模特兒 他已經是一個犯罪犯 但今天他有每個機會 他在家裏表現 他非常享受地 他經歷了 他很好 他勝出一場 更重要 他都沒有 他們是一模特兒 他領導人 他領導人 我向來 他領導人 他們最重要 他領導人 他們很重要 他領導人 他們很重要 他們的財務 對他們 為他們 當你 是 當你 是的,我做了,我是一輩子,一輩子上載的輪胎 這是非常感情的 馬會有一個制度給外地的知名馬珠 一個是南非的,這位Mary Sleck 剛才鐵翼也終於出頭,等了很久 你一陣子就是展盟圖 在退役之前也得到兩邊 馬會也很謹慎,不是隨便你來養給你養 因為那些不是居住香港的馬會會員 這是一個特別的制度 不過我覺得是好的 多一些世界知名馬珠養馬 這件好事,可以繼續推行 希望他們可以引入一些比較好的馬 他們在外地根本都養很多馬 很多兵員在手 隨時可以引入一些有能力的馬 亦都可以提升整個水準 看看會不會有一天有些股膜 高多分在香港上載 藍衫 我正在期待 不過這件事終於叫做 今天是賺了整個形勢 有些得益,兩虎相鬥 其實之前四場,我的上名都是輸給一些強手 以為這場都有強手 不過那些強手,大家鬥到自己散了 就變成魚人得利 對,時尚風趣又第一次改變跑法 不過這隻馬也很厲害 其實這次這樣改變跑法 四星三 立即跑得這麼近 如果當然立即贏就更加好 三歲 好了,看完這次賽事 接下來是星期六跑十場 是星期六的賽事 在後兩點期再見,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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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